2004年7月30日晚上11点左右,夜色沉沉,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一户人家里正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郝东升,一家七口都住在这里。 家里除了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之外,还有三个老人,分别是他的双亲和奶奶。 此时这个四代同堂的家里,由于已经深夜,都早早地进入了梦乡,没有人发现他们家的厨房居然偷偷地潜入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意,其中一个还是这家人最熟悉的身影。 两名歹徒熟门熟路地走向了其中一位老人的房间,不一会儿房间传出了一句短促的惊呼声,你是谁? 两名歹徒是谁呢?他们对郝东升一家又做了什么? 2004年7月31日早上9点多,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接到了110指挥中心的报案。 小店区小店接办的一户人家发生了一起极其惨烈的命案,一夜之间出现了五具尸体。 赶到现场的勘察人员,第一反应就是血腥味非常浓,现场触目惊心,到处都是血迹。 从仅十几年,那是我见过最大的一个凶杀现场,有警察这样回忆道,遇害的正是郝东升一家。 在这起选案中,郝东升及其妻子,郝东升的父母,郝东升年余九十的奶奶,全部丧命。 但让警方奇怪的是,户籍资料明明显示郝东升一家七口都住在这儿,除了现场的五名死者之外,郝东升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现在却不知所踪了。 两个小姑娘现在在哪儿呢?是否也已经遭遇不测了呢?为何郝东升一家会惨遭灭门呢? 五名死者都是死于戾气,死状非常惨烈,可以看出凶手的报复心力非常强。 除此之外,凶手显然非常熟悉环境,很顺利地取走了许多的贵重物品以及钱财。 顺着这个线索,警方将嫌疑锁定在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对象身上。 这个人就是郝鸾,当时年仅十六岁,是郝东升的亲侄子,也是被害老人的亲孙子。 案发后,郝鸾一直没有回家,经过紧张的搜搏,警方在一家网吧里将郝鸾抓获,而他的两位分别年仅十一岁和十三岁的堂妹,则被他囚禁在了一家酒店里边。 郝鸾的犯罪事实一目了然,但是他到底为什么要做杀害五位至亲这么惨绝人寰的举措呢? 现场的尸体身中多处刀伤,明显是凶手带有极强的报复心理。 到底郝鸾为什么会对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带有这么强烈的恨意呢? 对于郝鸾会做出这种伤天害意的事,郝鸾的父母虽然震惊,但是也很快就相信了自己这个劣迹斑斑的儿子确实会做出这种事。 年仅十六岁的郝鸾,在老师同学的眼里,就是一个沉迷于网络的少年。 在同学的口中,郝鸾出手大方阔绰,花钱从不加节制。 在许多男同学的眼里,郝鸾非常酷,尤其是在网吧和网络游戏上购买虚拟道具,郝鸾付钱时几乎是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除此之外,郝鸾还可以很酷地随时酗酒,对于父母的管教,他也可以丝毫不放地欣赏。 尚未成年就可以将自己灌得烂醉如你。 但是在家人的眼里,这个在同学眼里很酷的郝鸾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孩子,他仇视爷爷奶奶多次盗窃家人财物,屡较不改。 郝东生是郝鸾爷爷的第三个儿子,郝鸾的爸爸则是排名第二,两个老人家和老三一起住。 郝鸾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将郝鸾这个烫手山芋送给爷爷奶奶照顾。 但是不服管教的郝鸾怎么可能会听爷爷奶奶的管教? 叔叔婶婶又因为这是二哥的儿子,也不好把话说得很难听。 于是,郝鸾变得更加目中无人,从一开始的只是小鹅小鹅地偷,到后来有一次直接拿走了爷爷奶奶压在床底下的几千块钱。 这样的事迹不胜美举,就是因为郝鸾沉迷于网络和游戏,以及在朋友面前打肿脸充胖子,才导致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将目光放在家人的钱包上。 很多邻居都奇怪,为什么郝东盛架的楼顶还装了一层防护网?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郝鸾偷偷潜进爷爷奶奶的窗户偷钱。 作为郝鸾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是非常的着急。 孩子不听管教,也不在乎家长打骂,只要说教,就纯当耳旁风。 但是打也不能打了,毕竟孩子已经十六岁了,打他的话,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就变得更加恶劣。 作为父母,也担心这么大的孩子会因此念子上挂不住。 遇到叛逆心里这么重的孩子,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那么,难道郝鸾就仅仅是因为偷钱,对家人心生不满,就连杀了五位长辈吗? 背后,或许还有更多的引擎。 郝鸾会成长为这样的孩子,其实是有原因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关系,闹得特别的僵。 要知道,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对世界的接纳程度,大部分都源于模仿他的父母。 如果父母仇视一切,那么孩子也对世界充满了抱怨。 如果家长或者长辈在孩子面前指责其他亲人的话,不管是多么无心的一句话,也会在孩子的心里造成阴影,甚至是创伤。 比如一些婆媳关系不好的家庭,奶奶跟妈妈出气似的相互在孩子面前将对方的不是,是会导致孩子不再相信双方任何一个家长的权威以及形象了的。 而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对亲人失望,对家庭失望,深深地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 进而怀疑社会都是人性本恶,然后孩子自己也就变成了这样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孩子在和谐的家庭关系与紧张的家庭关系中成长会截然不同。 可是好兰的家长就是不明白这些。 爷爷奶奶会当着孙子的面指责儿媳妇不是个好东西,而妈妈则当着儿子的面骂老人不会做人。 这些彼此指责的话都会在好兰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阴影,爷爷奶奶的形象和妈妈的形象就这样在好兰的心里破碎了。 所以好兰仇视父母,仇视爷爷奶奶,甚至是仇视社会,觉得没有什么人是好东西,也是因此他不服父母长辈的管教,变得是非不分。 而自从好兰接触到网络游戏之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他可以凭拳头说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所以他荒废了学业,将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了网吧里。 成日成夜的上网,家也不回。 等到在游戏里也把钱花光之后,就会想尽办法地往家里投钱。 也是因为染上了沉迷网络偷盗的习惯,导致爷爷奶奶对好兰更加不待见。 爷爷还曾直接说,老大的孩子我管,老三的孩子我也可以管,但老二的我不想管。 其实好兰对这句话早有预料,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确实就是一个大家庭里多余的孩子。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内的所有长辈,对他从来都是只有打骂和呵斥。 但是这种直白地表示对他厌恶的话语,还是让作为孩子的他感到受伤,心理也因此变得更加扭曲。 对好兰来说,偷钱变成了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打游戏的需要,也变成了他挑战长辈权威获得乐趣的一种手段。 于是好兰便陷入了偷钱,被嫌弃,怨恨长辈,偷钱,被嫌弃,怨恨长辈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循环中,无法自拔。 或许,好兰确实对爷爷奶奶等长辈内心充满了怨恨,但他杀的人里还有九十多岁的祖奶奶,他又是怎么下得了手的呢? 案发前还发生了什么呢? 案发前一周里,好兰和爷爷奶奶爆发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争吵,原因是好兰为了维护自己的妈妈,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 那天,好兰妈妈和同事在街上偶然捡到了一部手机,非常的新。 本着捡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好兰妈妈就丢了原来自己的那台手机,高兴地换上了这部捡来的新手机。 说实话,逢好兰妈妈的这些贪小便宜的行为,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好兰会染上这么多的坏习惯。 好兰妈妈同样没有想到,自己捡的这部手机,不久之后会给3D家带来灭门之灾。 那天好兰的父母亲一起来到好兰的爷爷奶奶家,好兰妈妈很快就被公共发现自己换了一部新手机。 但是令她震惊的是,这部手机的型号、颜色等和她不久前丢失的那部一模一样。 以往每次家里东西被偷或者不翼而飞都是好兰做的,爷爷认为这次她的手机不见也一定是这样。 原本前几天手机不见,就想质问好兰了,没想到今天儿媳妇光明正大的拿过来还说是自己的,立马就气不打一出来。 虽然不久前爷爷的手机不见,确实是被好兰给拿走了,但是儿媳妇的这部手机也确实是她自己捡的,而且还有同事作证。 但是好兰爷爷不肯听解释,也并不相信所谓有证人的话,她不由分说就开始指责儿媳妇一定是拿了好兰从她那里偷来的手机才说是捡来的。 话语之中,不仅对儿媳妇不会教育儿子多加讽刺,还贬低自己的二儿子不会找老婆,更别说把好兰骂得是一无实处了。 这场家庭争吵同样也是又一次在好兰的面前爆发,看着爷爷对妈妈的污蔑,以及又委屈又羞恼的母亲,好兰对爷爷的仇恨也即将要爆发。 既然这样,那么案发当天好兰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会有两个凶手呢? 2004年7月30日,好兰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醉醺醺地给她一个叫李欣的好朋友打去了电话。 电话中,好兰向好友发泄着不满,把长期积压对家人的不满都借着酒意爆发了出来。 好兰向李欣吐苦水的过程中,情绪越说越激动,于是她索性对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她说,我爷爷那儿肯定有钱,我们一起去偷,帮我报复一下她。 李欣一开始是犹豫的,但是在好兰的窜跺下也是跃跃欲试,甚至还提出只要好兰带路就行,告诉她钱在哪里之后,她可以负责动手。 于是在2004年7月30日晚上11点,好兰带上朋友李欣悄悄地潜入了三叔好东升家里的厨房, 等待夜深人静的好时机。 在厨房等待时,两个少年还开礼厅提酒,坐在地板上悠哉悠哉地喝完了,才开始准备动手。 好兰起身时,看到厨房里放了把明晃晃的菜刀,决定还是拿上。 好兰首先进入的是最熟悉的奶奶和太姥姥的房间, 她对奶奶的习惯是了如指掌,一般都会把那关键的钥匙挂在衣柜旁边。 但是这一次,好兰并没有找到。 那就应该是被压在了奶奶的枕头底下。 李欣不敢翻,于是好兰伸手去探奶奶的枕头底, 没想到老人家一下子就醒了,大叫了一声,你是谁。 好兰知道,今晚是她复仇的最佳时机, 当然也不想奶奶的惊呼声吵醒其他人, 于是在电光火势的一瞬间,好兰就用菜刀将奶奶杀死了。 由于找不到钥匙,于是好兰便一不做二不休, 将九十多岁的太姥姥也杀死了。 紧接着,两人来到了好兰爷爷的房间里, 这一次好兰都没有给老人家反应的时间, 直接上去就砍了好几刀,旁边的李欣接着又补了几刀。 但是两人在爷爷的房间里翻找了一通, 还是没有找到钱。 两个人不肯罢休,又来到了好兰生夫妇俩的房间。 好兰生恰巧此时被惊醒,迎面撞上了两个少年。 同行的李欣毫不犹豫地将好兰生砍倒在地, 然后向好兰生妻子逼问银行卡以及密码。 拿到钱财的两人继续不顾夫妇二人的祈求, 将好兰生夫妇乱刀砍死。 正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 好兰看到了走出房门的两个堂妹。 两个堂妹分别是十一岁和十四岁, 两个妹妹跟好兰一起长大,多少有点感情。 于是好兰便对两个堂妹说, 你爸爸妈妈都没了,分哥哥走吧。 接着,好兰和李欣很顺利地就把两个妹妹带到了一家酒店拘禁起来。 他们两人则将全身的血衣换下, 拿刚刚得来的钱置办了一身新的行头。 好兰不打算逃跑, 他将叔叔的驾驶证也拿去换钱了, 紧接着就不知天刀地厚地泡在了网吧里, 一直到被警方抓住。 2004年9月24日,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好兰和李欣进行宣判, 考虑到他们尚未成年最终判处两人无期徒刑。 谁能想到灭门惨案卷是自己的亲孙子亲侄子下的毒手呢? 希望所有的青少年父母引以为鉴, 不要让好兰的悲剧再次上演。 第二个案件 遗书之谜 1985年, 在山东勒陵县一户姓杨的农村家庭里, 家里的女儿小杨在众多的求婚者当中, 探中了在首都服役的志愿兵邱长兴。 小杨家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生活也算无忧。 自打他十五六岁开始, 上门求亲说没的人就踏破了门槛。 但秀丽而又善良的小杨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向父母表示他自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主。 在这之后, 来求亲的青年很多, 虽然其中有很多是他父母比较中意的, 但小杨就是不点头。 直到相貌平平的邱长兴穿着一身军装来了之后, 他的心一下子就被俘获了。 邱长兴也是农村出来的, 虽然已经从义务兵转成了志愿兵, 但是工资并不够, 长相也很平平, 父母还都在农村, 而且弟妹成群。 而之前向小杨求婚的那些青年当中, 有大学生, 有干部, 家里有钱的也是大有人在。 跟这些人相比, 按说邱长兴的条件是一点都不占优势, 可最后小杨却偏偏选择了他。 原因就是, 在小杨看来, 他是一个具有威武体魄和高尚情操的军人。 在热恋当中, 邱长兴的海誓山盟更是让小杨魂不守舍。 他每次回乡探亲, 二人总是形影不离, 如胶似气, 表白的情话更是说也说不完。 1988年春节前, 热恋了三年的他们在喜庆的鞭炮声中, 按照农村牢里拜了父母, 入了洞房, 从此成为了一对正式的夫妻。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 二人相依相味, 一场奔爱。 但是, 奔爱夫妻凉消短暂, 转眼间, 邱长兴归队的日子到了。 小杨为丈夫洗衣整物, 打点行装, 一直将丈夫送到车站, 看着载着丈夫的列车缓缓而去, 他的心也被丈夫带走了。 丈夫走后, 贤惠善良的妻子小杨 在山东老家辛勤的操事家务, 周到的服饰的双亲。 每到夜深人静之时, 他就特别思念丈夫。 但是自从丈夫走后, 就再也没有了阴信, 也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 其实, 现在对丈夫充满思念的他, 万万也没有想到, 此时的丈夫, 虽然离开才一个多月, 但是对他却已经变了心。 邱长兴回到北京以后, 刚开始, 也是沉浸在新婚的幸福当中, 非常思念自己的妻子。 但没过多久, 他的心就开始慢慢地变了。 每到星期天外出, 当他看到大街上 一对对穿着时尚的情侣, 搂着肩, 挽着臂, 出入商场影院, 看到公园里一双双少男少女, 弹琴说爱, 相依相慰, 他的心里就会泛起不一样的波澜。 在刚入伍时, 他非常瞧不上城里的姑娘, 每天都浓壮艳抹, 将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 那个时候, 他看见这样的女孩, 就觉得非常不顺眼。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每当看见这样的女孩, 在他的心中总会泛起一番苦意, 他会不自觉地拿这些女孩 跟自己的妻子相比较。 看着这些时尚漂亮的女孩, 再想想家里, 那个皮肤黑黑的妻子, 他瞬间觉得妻子是那么地粗糙和吐气。 跟这些漂亮的城市女孩相比, 家里的妻子简直就是丑了。 此时的求长欣, 已经在部队待了好几年了, 技术上日真成熟, 待遇上也开始享受了干部待遇, 与三年前那个跑去杨家相亲的他相比, 完全不可同日而遇。 生活条件上的极大改善, 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自信, 他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城市的人, 他认为身在农村的妻子, 不论是长相还是气质都已经配不上他, 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 而此时距离他和小杨结婚, 才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 他的这些思想, 家中的妻子小杨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小杨看来, 他的丈夫是一个具有威武体魄的军人, 他始终认为丈夫对他也一定是日思夜想的。 一直期盼着丈夫能够来信的小杨终于如愿, 邱长欣终于给他写了一封信。 接到信后, 小杨满怀期待地打开了信封展信阅读, 才发现信的内容很短, 并且字里行间没有久别之后的温存, 而全是要和他脱离关系的暗示。 刚结婚一个多月, 丈夫怎么会写这样的信呢? 小杨不相信, 也并不愿意相信, 他认为丈夫这是在跟他开玩笑的。 虽然这样想, 但是小杨在内心总是很不安, 他决定要去北京一趟, 一来是要解自己的相思之情, 二来也想顺便看看丈夫现在的生活情况。 他并没有对丈夫说这件事, 他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没过多久, 他就带着自己辛勤未养和腌制的鸡鸭额带, 和多个日夜在灯下一针一针 为丈夫缝制的鞋垫、毛衣等物, 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而此时的求长仙 还并不知道妻子要来, 此时的他满脑子都是经朝思想, 他梦想着自己穿着时尚的 玩着青春靓丽的城市女孩的手, 漫步在首都街头, 和妩媚的摩登女郎 走进富丽堂皇的现代舞厅。 但是眼前突然出现的 在他看来又黑又笨的妻子, 将他的幻想无情地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在他看来, 是妻子毁了他的美梦。 他咬牙切齿地问妻子来干什么, 满怀蹊跡的妻子 看到丈夫愤怒的样子, 只是窃窃地回答, 说是想来看看他。 邱长欣看着眼前这个 又黑又笨的农村妻子, 越看越讨厌。 现在的他, 对现在的妻子 已经由原来的恩爱甜蜜 变成了如愈仇敌, 他甚至恨自己, 当时为什么会找到他呢? 他完全不顾妻子 长途劳顿的辛苦, 发疯似地将妻子带来的 为他精心准备的 家乡各种饰品, 和妻子在灯下一针一线 给他做的鞋垫、毛衣等物 全部打翻在地。 邱长欣狠心地让妻子滚, 还说要跟他离婚。 可是他们结婚才一个多月呀, 丈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妻子对此喊不理解, 其实, 他哪里知道, 此时的丈夫 早已经看不上他了。 他反问丈夫 为什么要离婚, 在家里他鸡鸣记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操持家务, 侍奉双亲, 从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 为什么今天会落得 这样一个结果呢? 可是这一切 并没有打动丈夫, 反而让他更加地愤怒。 在妻子来的几天里, 他对妻子不管不问, 只要一见面 那就是非打击吗? 邱长欣想通过 这种非人的折磨, 迫使妻子同意离婚。 而妻子是一个 朴实的农村女子, 他对民生看得比什么都重。 在他的心里, 他宁愿忍耐 丈夫这种暴力, 也不愿意离婚。 孝杨在北京 一共待了十三天, 在这十三天里, 他没有得到一点的温存, 得到的 只是心寒。 十三天前, 他带着希望而来, 十三天后, 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 回到老家。 在邱床欣看来, 自己农村的妻子 早已成为了他追求 更高层次生活的障碍, 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 要去掉这个障碍。 而在去除这个障碍的同时, 他已经开始 寻找新的对象了。 在把妻子撵走以后, 他对妻子的心 就已经死了, 与妻子之间 也仅剩下那一张 薄薄的一纸婚约而已。 现在, 那些东西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了 任何的束缚力, 即使妻子不同意离婚 又能怎么样了? 遥遥千里之隔, 谁又能管得住他呢? 他要大胆地 追求他的心爱, 因为他现在的能力 已经让他充满了自信。 已经被欲望绑架的他, 完全不过 他有妻子这个事实, 毅然踏上了 寻找猎祸对象的路程。 有一天, 他在进城返回部队的途中 碰见了一个 正在推车的俊巧姑娘。 姑娘那丰满多姿的身段 艳如桃李的脸庞, 瞬间使他荡魂消破。 他立马兴冲冲地 冲上去假意帮忙, 讨好般地跟姑娘搭讪, 在搭讪的过程中 还美美地 将自己介绍了一番。 姑娘见他是个 身穿干部服的军人, 对于军人的本能信任 因此并没有任何的戒备。 在分手的时候, 两个人互留了地址。 邱长欣得知 姑娘姓孙, 在北京市某电视配件厂工作。 从此以后, 邱长欣便想尽了 一切办法接近孙姑娘。 在得知他喜欢看书时, 他就经常以送书为名, 故意接近和取悦她。 在跟孙姑娘交往的时候, 他把自己演示成了 一个谦谦君子的模样, 对他嘘寒问暖, 百般呵护。 孙姑娘对他 也就渐渐打消了疑虑。 邱长欣见时机已到, 开始平凡地 以情书的方式 对孙姑娘狂轰乱炸, 海誓山盟的誓言, 关怀被知的语言, 一封接着一封。 面对邱长欣狂热的追求, 孙姑娘的心 慢慢地被其俘获。 但是孙姑娘仍有一虑, 见他年龄也不小, 便问他是否已经结婚。 对此, 邱长欣信誓旦旦地表示, 绝对没有。 当孙姑娘问, 以他现有的条件 到了结婚年龄, 为何没有结婚之时, 都被他以各种理由 搪塞住了。 孙姑娘见他真诚, 又是军人, 便相信了他的话, 随即二人开始 正式地交往。 可甜蜜的生活刚开始, 农村的妻子又来信, 说想到部队看他。 这个消息对于邱长欣来说, 无疑是个定时炸弹。 他刚刚新交了女朋友, 如果妻子此时过来, 到时他精心编织的谎言 就会不攻自破。 到那时, 不光是新交的女朋友没有了, 他最怕的可能还是会受到 军机的严厉惩罚, 届时可能连军营都带不下去了。 如果没有当兵的资本, 他好不容易熬出来的待遇, 好不容易熬出来的铁饭碗, 就全砸了。 一想到这里, 他就不寒而栗, 他恨妻子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来, 他恨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娶她。 此时此刻, 他把一切的罪过 全都推到了自己妻子的身上。 他认为, 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 他的前途将是一马平窜, 而妻子恰恰成为了 他前进路上的帐碗。 是的, 如果没有妻子的存在, 一切都会瞬间美好起来, 那怎样才能让妻子不存在呢? 一个罪恶的念头, 开始在他的脑子里萌生。 1988年2月2日, 邱长新请假, 回到了老家。 丈夫的突然回来, 让妻子倍感欣喜,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丈夫一进门, 对他便是拳打脚踢, 还嚷嚷着要跟他离婚。 但是小杨的态度 也是非常的坚决, 不管丈夫怎么虐待他, 他都不可能离婚, 他并不想背上离婚的恶名。 这是一个农村妇女 最后的倔强。 邱长新看妻子的态度如此坚决, 也开始转换策略, 他开始一反常态地 帮妻子忙前往后, 对妻子从来没有过的笑脸 也多了起来。 邱长新180度的大转弯 让妻子欣喜一场, 丈夫终于回心转意了。 可让小杨想不到的是, 丈夫笑容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1988年2月9日 晚上11点左右, 也就是邱长新回到家的第七天, 他假意殷勤地 给辛苦劳作了一天的妻子 倒了一杯水, 并亲自端给了妻子喝。 丈夫的这个举动 让小杨感动至极。 自从结过婚的丈夫 返回部队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得到过 丈夫的温存。 今天丈夫能够亲自给她端水, 她的内心是充满了感激和幸福。 在小杨看来, 这不是一杯简单的水, 这泪水里 有丈夫的回心转意, 也有接下来 对幸福生活的信心。 小杨没有思索, 一口气将这杯水喝下去, 可他哪里知道, 这泪水里 早已被邱长新 放入了剧毒。 邱长新 见妻子将水全部喝完, 心里非常高兴, 自敢大功告成。 为了抒发自己高兴的心情, 他破天荒地 跟妻子温存了一番。 见到丈夫这样, 小杨心里自是高兴。 二人睡去没多久, 大概就是十二点多左右, 小杨的肚子 开始剧烈地疼痛 并且狂呕不止。 而邱长新 却假装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 继续装睡, 任凭妻子痛苦的身影。 一直过了几个小时, 剧烈地疼痛 让小杨的身影声 越来越凄惨。 在这个过程中, 邱长新自始至终 都没有起来看过一眼。 还是小杨 凄惨的身影声 惊动了家里的老人, 老人劝邱长新 赶快带小杨去医院, 而邱长新 压根儿没想让小杨活, 因此就推托说 妻子是伤风感冒, 没什么大碍。 就这样, 小杨在剧烈的疼痛中 煎熬了整整一天, 直到第二天, 邱长新才在 老人的坚持下 请来了村里的 吃脚医生 给妻子打立症, 还煞有介事地 让妻子服了两粒 感冒药。 小杨快不行了, 这正是邱长新 想看到的。 为了掩人耳目, 掩饰自己 杀害妻子的犯罪事实, 他想到了 非常卑鄙的一招, 而这一招 又是非常愚蠢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招 让他彻底地暴露了。 在妻子 弥留之际, 他竟然 亲自以妻子之名 写了一份遗嘱, 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病亡 是天意, 与别人无关, 不是别人所害, 请不要追究, 否则 我灵魂不侵扰。 之后, 他拿起 快要断起妻子的手指, 用写遗嘱的钢笔 在妻子的手指上 画了点墨水, 在自己写的这份遗嘱上 煞有介事地 按了个首页。 他想表达的是, 这是妻子 画押过的遗书, 他的死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他的这个愚蠢行为 让他很快就被捕, 在铁钟面前, 他不得不交代了 自己杀害妻子的 所有犯罪事实。 很快的, 北京军区军事法庭 对邱长欣的犯罪事实 做出了判决, 邱长欣以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着一声枪响, 邱长欣结束了 他充满幻想的一生, 他的死也够为了 善良而又朴实的小羊。